你们应该不是在哭言我吧 没有 很认真的哭言 就不用了吗 讨论之声此起彼落 手机影制工作方的学员们 正将自己拍摄的素材 剪辑成文情并茂的影音 有在地农作香炒茶的介绍线 也有记录景点历史与人文风情 学员们善用工作方传授技巧 发向在地议题 从资讯接收者转为主动产制传播者 现在手机很方便嘛 那一般都大概都会照相啊拍摄 可是常常就是把一些拍摄的东西 就要做一些剪接啊 然后是流程啊 是有点困难 那刚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宣传 那我们就马上拍摄 所以我们就做了两个短片 第一个是有机的堆毁 就是收集汇轮胎 汇轮胎这个资源的回收 轻软再利用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 利用农场的这个香草植物的应用 那我们就会怎么样来泡香草啊 应用各种香草来泡这个茶 以古亭站作为一个出发点 然后一边是探讨成南的人文文学这一块 然后另外一边是探讨比较是自然环境 比较现代的这一块这样子 最主要是这地区性的文化跟自然 对 因为我觉得在影片这个部分呢 现在已经是全云都会的部分 跟我们以前那个时代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我想说来学一下说怎么来拍摄 然后手机这么方便的去剪辑影片 那像今天我们在实习的过程里面呢 我就发现呢 其实怎么去拍 然后怎么去设定很多的一些主题 或是一些面向呢 都跳脱很多的一些想法 然后在拍完以后要如何去剪辑 去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然后甚至画面的一些特效 这又是另外一个领域 可是都是很好玩的一个状态 台湾师班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中家集团合作 增进民众媒体素养 了解媒体金融权 周末这场活动 吸引近30位民众参与 透过理论传授与实作 促进有线电视公用频道的使用 对传播学界来讲 媒体金融权好像是一个 非常非常他们的一个摄影师 可是对所谓的台湾的所有 所有民众来讲 其实媒体金融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 很多人根本没听过 或是说听过 但是不晓得它的真理是什么 那我们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 连续举办这种有意义的 这种媒体金融权 加上用手机来拍摄影片的这样一个方式 而且又加上公用频道这样子一个推广 我想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讲题 这样子一个我想 其实可以让更多更多民众可以参与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媒体金融 甚至是公用频道到底是什么 而且甚至是他们可以运用这样的频道来创造出自己自己的相关的一个曝光 会有的一个台海危机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 我们都觉得这种危机意识这种所谓的安全的资讯 也可以在我们的公用频道上面曝光 或者说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互通游户来达到那种社会安全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有观念 然后也非常觉得真的把媒体金融权做到一个公共服务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我觉得这是让我在这一次的讲题里面 我觉得非常非常奇特 课程实作以六到七人的团体讨论模式 轮流发表对公用频道的观看经验 还有对频道的需求跟期待等意见 纷纷赞扬公用频道的金融性也尝试使用 那事实上以前我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频道 金融公用频道 那第一天我才发现原来有这样一个频道 供一边市民可以来发表他自己的影片这样子 那第一天我们这学校会利用手机来拍摄解决 是非常快速的方便好用的一个软体这样子 我们民众是可以有独立的制作的权利 然后可以发生 对 我觉得这蛮好的 像我父亲是做文创艺术这一块 他是做木雕史雕类的 所以我也想说也可以透过这个管道 然后可以发表一下他的作品 我觉得也没错这样子 林三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可是他从有限电视就有了 跟着我们到现在都已经一二十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用它 那我本身是在设大里面工作 其实有很多的公众议题 然后同学的一些 一些期末表达 或者是平常的一些议题 都是公众非常需要知道的 然后也都是很地区性的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以后我们可能可以三家的利用 学员们在集资广义过程中 创造出不同世代的意见交融 让影像以多角度呈现 以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不少使用技术 记者温君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